首先是美国西岸的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、凤凰城以及拉苏维加斯 气温都超过华氏110度,并且打破了过期记录 还有丹佛,气温也再次突破100度 并且连续三天气温都超过三位数 这种情况在该市历史上只发生过6次 不过今年却是有史以来最早发生了一次 同时,加州棕榈圈的气温也达到了华氏123度 创下该市6月份的最高气温记录 还有加州死亡股,气温更是达到了危险等级的128度 只比最高记录第一度 并且比地球上记录到的最高气温只低了6度 加州州长纽森已经宣布,该州进入干旱紧急状态 主要原因是加州第二大水库奥洛维尔湖水位急剧下降 甚至可能会导致依靠达发电的水电站首次关闭 此前,美国最大的水库米德湖水库 需水量也降到历史新低 专家警告,在接下来的暑假中 民众应该充分饮水 并且在一天当中气温最热的下午时 选择留在室内 如果必须外出,也要尽量穿着轻便浅色的衣服 并且不要赤脚坐在柏油路上 也不要直接触摸汽车把手或方向盘 中生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